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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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 高宏安他的这个诈领遗案 那么今天检调再度约谈三个他的助理 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进展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其中有一个助理叫做谢宁 为什么他去选党代表可以用攻击筋呢 为什么他负责帮高宏安做光疗指甲呢 为什么他又负责党酒呢 那这个今天前新竹市的市长叫施姓中 他说这种法律问题你要把它政治化 这样有办法政治化吗 那么黄帝颖律师说公安室A好A满 那如果A好A满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今天还有一个很意外的事件 就是苗栗的检察官 那么提起中东警当选无效之处 那为什么因为会选 因为会选 朱立伦已经出来喊说这是为特为民进党 这是民进党这个的奥部 那中东警也说这是特特为特定政党服务 那这个朱立伦不止为中东警 他也为高宏安为这个林芝妙 说这都是民进党的奥部 这样说会过吗 会不会太冒险 另外是郭台铭 那么既这个痛批民进党 没有把人民摆在第一优先之后 今天再痛批民进党 叫做禽兽实陆 欠修 为什么他用这么重的话 这样说有道理吗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是他就要做生理 还是真的他那准BNT 让他感受很轻 还是他要选总统 有没有政治目的 今天谢志伟 写了很长的全貌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做报告 因为我看包括李彦秋都说 民进党如果这么拗盘 那2024还要回答 我觉得这里面有2024的目的在里面 刘家昌 徐晓鑫已经出来 这个要求郭台铭酸总统 那么所以为什么中国正在爆发疫情 如此之严重的时候 台湾还在已经选完了 还在吹这个炒作疫苗的腰风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是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 庄委员 大家好 知识媒体员王瑞德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的当选人 詹努委员 詹议员 洪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民进党也是新北市议员的当选人 卓冠庭 洪一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知识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以及律师林志全林律师 大家好 那么待会 这个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杉 以及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也都会加入 那么首先 给大家报告 这是今天日的新闻 最新的就是说调查局北极站 今天日的约谈高昂安的谢姓 陈姓 季姓三位助理 那季姓没有答案 那么这个助理 陈姓助理 2020年2月到 任职未满一年 那另外这个谢姓助理 2020年6月到现在都还在 都还在 好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怀疑这两个助理 有上缴薪资跟加班会 那谢宁 这个谢姓助理 叫做谢宁 她是参选过民众党第一届彰化的党代表 谢氏还是现任的高昂安的女助理 叫谢宁 另外还有前季姓陈姓三个基层的助理 好 那这个谢宁 曾经参选过党代表 但是她的费用三千块 就是那个公积金拿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个这样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来我们来看 25号辞去立委身份的高昂安 立法院办公室外 立委名牌早已悄悄卸下 看见媒体上前 助理一进到办公室 随即将门上锁 就是不愿多做回应 立法院人事处韩文曝光 高昂安12月13号提出辞职书 25号将正式辞去民众党部分区立委职务 辞职的时间点就依照就职的时间为基准 那我想该怎么做 我们都依照立法院跟中选会相关的程序 来去进行 大哥你们是在帮高昂安搬家吗 不是高昂安 几天后即将卸任 两台搬家公司的车就停在中心大楼外 这件搬家公司人员忙进忙出 是否协助清空高昂安立院办公室 搬家公司不愿证实 但高昂安助理被争议还没捎完 检调要追助理薪资有无低薪高报 以证人身份九点多约谈三位助理 直到下午四点才离开 密讯长达七个小时 而其中一人就是他谢宁 2020年成功当选民众党第一届党代表 当时他也是高昂安立法院办公室助理 当初选党代表的报名费 还来自高昂安的小金库镇助 还包括历久吴达伟 高昂安前办公室主任 高昂安办公室的内帐账本 标示2020年2月 吴达伟申报薪资5万元 但看看实际薪资却是0元 也成为这波约谈名单中对象 上周检调大动作搜索约谈高昂安 讯后预定60万元交报 并列贪污案被告 先前检调查扣 现任行政主任黄林会电脑 发现电子档案已经被删除 目前检调还原 同时扣留作账用硬碟 而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些 一张又一张电子扫描的单据 还有前行政主任小杜的金笔 仔细记载花费用途 像是和媒体参序等等 检调就是靠这些关键试证 才让案件出现破口 所以最重要事证浮出台面 高昂风暴持续扩大 好 那么今天马上在约谈三位助理 我先请教一下 这个资深的社会记者瑞德 杰西什么意思 今天那么会突然间 又约谈的前后任的三位助理 就表示检调单位 在前一波的搜索约谈行动里面 有所掌握 那么他经过过滤了以后 调查局通常这样 我们常常看到调查局 会拿一个箱子有没有 那就搜索了以后 拿一个箱子一个箱子 这样带走等等 那么为什么突然之间 调查局在上个礼拜 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大家都本来都认为 我相信包括高昂安都认为说 可能他会在辞掉立委 然后上任新竹市长以后 再进行这个约谈动作 那为什么突然间做这个动作呢 我个人怀疑他们有在监听 所以知道他的电脑对不对 知道桌上型电脑即将要拿到厂商 那个地方去 后来高昂安有说 他们拿到那边去维修以后 要把这个电脑要带到这个新竹市去 那因为如果没有意外 现在知道说 里面的有些档案已经被删除 但事实上电脑删除的档案 是你外表看起来删除 他还在电脑里面 可是他万一reset 就重新格式化以后 就全部都杀掉了 所以那么调查局发现 如果再不动作的话 再不搜索的话 有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电脑的东西 全部都杀掉 全部都找不回来 所以紧急发起这个 包括立法院办公室的这个搜索行动 虽然在法律上 除了这个逮捕跟拘禁之外 没有违宪 可问题是直接去搜索 那么立委的办公室 还是一件大事嘛 所以表示他有一届一个非常 我不得不赶快在这个时候 发动的一个动作 有个理由 现在听说那个硬碟找回来了 那而且之外 小兔不是只有这个 2020年2月到12月吗 的那个相关的 那个500多笔的那个吗 听说现在也包括2021跟2022 那么也有找到 也有找到 也有找到相关的这个 可能是被删掉的相关的档案 还有好像他们有列印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列印下来 但是他有列印下来 相关的其他的档案 这些调查局现在都有了 一笔一笔我相信都在比对 目前从检调这些动作 看起来 高宏安跟那个 吴宝请回的这个李中庭 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会第二度的进行 约谈行动 那第二度的约谈行动 到底会不会是 吴宝请回 还是80万脚保就未必了 各位还记不记得 宜南县长林志廟 第一次搜索约谈行动回来 那时候林志廟 其实是吴宝请回的 到后来差点被收押 后来还是用贪污洗钱罪 把他给起诉 所以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磕粉跟所谓的红粉 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只有60万脚保 为什么没有收押 因为证据根本就不够 所以根本不会被起诉 你们想的太天真了 检调单位现在 我相信他们的巩固 人证物证的部分 跟金流的部分 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有相关的 他还会继续约谈 宽庭 洪英哥今天早上的 这个调查和密讯 很关键 因为他总共调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是前后任 在高宏安办公室的助理 一个姓陈 一个姓季 然后一个姓谢 我先讲姓季的没到 那姓陈跟姓谢的这两位 其实看得出端倪 就是检调 现在到底在调查什么 他们是到北基站去当证人 姓陈的这一位助理 他是从2020年2月份 跟高宏安同一天上班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检调现在在查的重点是 一开始的制度 是谁设计的 所以检调基本上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所知道的高宏安办公室 原始的助理 他基本上都问完了 而这一个姓陈的也是原始助理 那另外一位是姓谢的 这就更特别了 姓谢的这一位是在2020年的6月 高宏安当立委 过后四个月之后 被聘到他的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之后 这一位就是据国会助理圈们讲 是超级高宏安的亲信 以前有人讲说 高宏安会在办公室做指甲什么的 听说整个办公室 唯一一个可以跟他同时做指甲的 就是这位姓谢的助理 那他是谁 他就是曾经代表民众党去选 民众党的全国党代表的这位谢宁 是这一位 好 那从今天调查的市政 为什么要调查他 他不是元老 对 我们被发现说 之前所公布的这个账册里面 有一笔金额 叫做 就是这个 党代表选举登记费 红色的这里三千元 好 补助 那谁领 这一位就是这一位谢宁 他所领取的在这边 可是宏一哥我要先讲 对 刚刚办公室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 他的问题是 你把助理费 把加班费 弄到公积金 结果支出到 他自己的办公室的同仁 去选党代表 我要讲的重点是 这一位谢宁 依照目前的激政 他没有缴到公积金 他是不用缴的 他不用缴 为什么要缴 对 我现在讲 为什么这会有这种爆料出现 缴公积金的人 是把自己的加班费 薪水缴到公积金 结果搞公积金之后 你居然把他拿去帮谢宁 缴他的党代表的费用 而且黄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要讲 其实缴党代表的费用 你要选党朋友 你自己的事吗 不是只有谢宁 还有另外一位 这位这里也是红色的 补助某某参选党代表登记费用 这里另外一位 所以他其实是有补助一位以上 选党代表的人 那这些人 他可不可以用 另外一位叫林渝君 是这一位 也比对出来的 是林渝君 林渝君 林渝君 那在整个民众党内 也是被归类 是跟高宏安同系统的 所以他们当时有联合竞选 那你看 谢宁他的助理 然后党代表费用 由公积金出 林渝君也是从公积金出 林渝君也是从公积金出 这都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怎么会拿他们的助理费 加班费 然后去帮他出 现在有人就讲 反正有一些助理 为其他缴钱的助理报区 你就是跟高宏安关机好的 你不用缴钱 然后我还帮你出钱 宣党代表是你给他算的 好我最后举个例子 这蛮有趣 这四叉猫揭露 之前揭露我先把它对出来 你看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个是 委员经历汤 买委员经历汤 多少钱 一千元 好了大家看右下角 这名字是谁 谢宁 11月30 可是我觉得 这也提供减调一个比对的重点 你看这边写多少 N48 对不对 大家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 我去对了之后才发现 公积金支出的帐 做编号 N2几对不对 N23242526 好 N48 N47 跳N49 N48怎么不见了 对 对 所以这一笔没有在公积金支出 但是四叉猫弄到里面的人给他的 现在你去妈妈去买的这一个 金币汤 他也标注是N48 被抽掉了是不是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是高文后来想自己出 也有可能 不要误灭他 但是这个很奇怪 你上面明明就写48号 结果在这个现在帐本里面的48号居然不见了 我觉得这是建议检调当成追查的重点 好 这个也是四叉猫 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11月21号 21号选举了没 还没 还没 选前我们有讨论高红安 当时四叉猫就说 Jack Jack就是他的男朋友 Jack找了一个助理负责党酒 你有没有助理党酒 没有 要找啦 要找 会来运筹吗 不会久不可以 好 这个助理除了要帮帮忙按摩跟做水晶指甲 还得每天把老板化成大家认得的样子 好 不可以 不是 大家认得的高红安 就平常他卸妆搞不好我们不认识 类似这样吧 好 所以他还拍什么 还拍他的化妆的材料 器具 好 这是11月21号 我们看一下这是今天 一小时以前 他说他这个参选党代表的 那个刚刚讲的 谢姓助理就谢宁 他是第一届民众党的党代表 参选党代表的三千块报名费是公积金出的 也是负责买精力汤的办公室小妹 除了高红安以外 唯一会在办公室做光疗指甲的人 他在帮高红安做光疗指甲 还拍到 委员 你有给你打酒吗 没有 你也要找一个 不是要喝你就说一下就可以了 还找一个参选的 参选的 参选光疗指甲 我要郑重跟主持人澄清 立法院113个立法委员 你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 高红安叫做特例 所以我可以 我很大方的代表其他112立委跟你讲 没这个事情 现在还要抓零 对对对 你的作业要对你服务这么败吗 要买精力汤要按摩 要做光疗指甲 要要干嘛 化妆 化妆 化妆整大家认识的样子 助理费用 一户变四十四万 你要承八个到十四个 你的事情 所以有关有关 助理的加班费 一个月编了八万八千两百六十七块 请这一些专业的很多助理 来帮你扒书 怎么样来监督这个政府 纠错就是这样 但问题就是说 这些钱就是要 给这些助理加班费 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说 我怎么样来帮 李律师在大陆师在 我一直在想说 怎么来帮他写一份 不起诉处分书 我一天是想不到你知道吗 你这些助理加班费的名目 把那一笔钱 把它洗出来 来当你的攻击金 这怎么是什么 是小气吝啬 这不是小气跟吝啬的一个问题 今天叫这个助理器 就很简单 他也要问清楚 问说 你这些到底是什么情形 每一位助理都问完以后 我就绝对不相信 说因为这都考验老百姓的智慧 就是说这都不符合常理 他说我来这上班 我也要上脚薪水 我就有加班 加班之后 我就觉得我老板是我的偶像 我们全部都捐 这不合理 天哪敢闹这种 就是说 你觉得剪掉现在扮这个扮价 他没办法扮假的 我就说不起诉处分书 你就刺不住 要怎么刺 那人会给你检验 所以一定起诉 你以前是一定起诉 如果我扮我一定起诉 我昨天请一位律师 陈俊伟陈律师 他说99%起诉 没有啦 他就拍下 不起诉处分 你怎么要怎么退出理由 不起诉处分 只有在一个状况下 就是这些助理 主任副主任都说 是我自愿的 你知道吗 只有这个状况下会不起诉 可是现在看到的新闻 都是说不是自愿的 对 吹哨者这些都不是自愿的 不是自愿的就很难写 就是应该是做你的钱 你们都贾借加班助理会的名义 把它给洗出来以后 放到办公室来用 办公室的公积金 你大家如果心甘情愿 我一句话要缺三千 你要缺两千 缺一千 那有点在办公室的事情 人家你的心路 都来动作这个 老闆是偶像 万里客气出来 给你盗修厅 你这个法律上不能去讲什么 但问题是 那个助理的加班费 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他们辞职的 劳务的所得 你把它洗出来之后 这个没有道理 任何人这样 委员呢 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他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是他低信高报 然后再扶报助理费 这个其实是本身 这个案子的核心 到底有没有违法性 因为他进入他所谓公积金 我们看到检教说什么 非典型的诈领助理费 其实就是诈领助理费 那所以他们 等于他创立勾进制度 那这个制度 其实我们过去讨论很多 非典型叫做有创意的诈领 不是 但我觉得非典型很怪 因为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想要犯罪的人 我当然会想办法找各个不同的 这个漏洞 去做嘛 所以一定会有各个不同 推陈初心的所谓犯罪的方式 所以刚刚看起来 这次真的很不妙 而且老实讲 他现在不是一直还没辞职吗 对 我今天也要问 25号 确定25号 25号 我今天要问律师吗 很简单嘛 因为一样嘛 就是对于这个立法委员保护傘 所以他现在任何一天提前辞职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马上就被这个拘捕了 那如果被拘捕的话 他既然他25号就不能就职 所以为什么25号 在25号当天 他立法院辞职之后 然后马上就任 他可以完成他就任程序 那完成他就任程序 跟什么很重要 就跟我们前两天讨论 他新特殊的副市长 请一个这个检察官当副市长 让他自己的人马 可以在新竹市里面 如果假设他没有办法就职的话 那变成说是 目前的副局长 他们还站带的话 那基本上他的人马就进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背后 有这一层面的这个一个计算 但其实我回到 刚刚讲到那个党代表的事情 那个谢信的助理 其实以前是 国民党的某议员的助理 谢宁 谢宁 就谢宁 然后他其实呢 他这个跟刚好玩 看起来比较像姐妹涛 不是说真的上达天天 因为女生爱漂亮一起坐 但是他的那个党代表 那个公积机 刚刚冠廷有讲 因为我原本还想说 如果今天他本身 有把他的那个薪水 拿去交公积机里面 那公积机一部分拿去选党代表 他就可以说大水库理论 我用我自己的钱 那就没有什么 这个这种炸领助理费 这种贪污的事情 但假设今天 他的钱完全没寄公积金 的情况之下 除非是其他办公室同仁说 我办公室出个民众党代表 我余有荣烟 我愿意抖内你 那你去选党代表 那不可能嘛 全党代表关我什么事情嘛 所以我必须说 从他这个三天块党代表 费用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好像有点小气 怎么说 今天办公室要去选党代表 其实一定是他政治要铺陈 他的可能对党的一个控制 我会指定说 我的友人去选党代表 我叫你去选 我当然帮你出报名费 我用别人的钱 还请用其他助理 请问委员一件事 这一笔看起来好像 不多的三千块 对不对 请问是公事还是私事 私事啊 公事还是私事 因为他进入是民众党的党代表 民众党跟一般立法院的行政立法 完全没关系 对 因为你自己政党的事 但是他说 从头到尾都说是公务 你知道吗 所以这笔钱 这笔公积金 他都用在公务上 那单单从这笔钱 你就会知道 就跟洗头那个意思是一样 是私事而不是公事 所以点是 我觉得就是公私不分嘛 所以我们看到 高宏安的案子是这样子 你所有细节摊开来看 你都发现他前后矛盾 你都发现他这个其实 做了一个谎 用另外一个谎来源 怎么说 包含所谓的公积金的制度 他一开始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开始说什么 前立委留下来的 还指涉可能是李俊逸这样子 那后来呢 在沙盘推演的时候 沙盘的律师说 希望他行政主任 陈幻影出来扛 然后最后在检调里面 目前传出的报道是说 他说是小兔发明的 对不对 一个公积金制度一变再变 然后最后呢 小兔其实在里面也有 跟检调说 是这个高宏安 以及他的这个男朋友 你中庭去发明的嘛 所以你看到他不断的在 推卸责任情况之下 我觉得接下来 对高宏安 他其实整个司法的过程 非常非常的不利 而且接任新竹市市长之后 保护伞没了 那请问如果今天检调 真的拘体他的话 或逮捕他的话 高宏安一定说 司法破坏政治破坏 所以他就希望透过 政治的破坏方式 来掩盖他司法可能违法的事实 OK好 这个是今天这个检调 在约谈三个助理 那高宏安说 高宏安说 他的办公室说 报导的动力令人质疑 他呼吁检调应该严守侦查不公开 有些人士不要透过媒体报导 向外界塑造错误不实的舆论 干扰调查的程序 说什么会二度约谈 说什么不排除加码 强制处分 请教一下董好兄 是有心人刻意犯话吗 这个报导你相信吗 这个报导我当然相信 因为有一些内容 我记得周刊有一些内容没有写到的 我们也听到 比如说我们讲说 那个公积金的事情 那个加班费 加班费的事情 不是小兔讲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助理 在检察官约他的时候 他是个男生 不是女生 他的讲法就是说 就委员交代的 我们就照办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很严重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 没办法每一个字都一样 那委员交代的 我们就照办 法官看到了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讲检察官 其实都一不重要 现在是法官 一审法官会 听了进去 听不进去 他会比较相信谁 那高框案的律师 要怎么帮他解释 因为起诉以后 高框案的律师 就会看到所有的卷宗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其他的 其实这几天一直在讲 事务费 事务费那件事 对对对 一个月大概八万块左右 接近十万块 一年大概一百二十万块 那个会变成第三个暗号 还是还是 就是会不会有事 就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发现立法委员的那个办公室事务会没有用 或者没有用完 放在那边 他说几乎止尽不出 对 两年半累积出来两百多万 那我问我问那个法官是说 那个法官朋友说 十二月二十五号高框案辞职 变成新租的市长 这两百多万他可不可以带走 现在这两百多万算什么 那个法官跟我讲说 他没办法回答 没办法回答 为什么 因为立法院的规定 他们去看了一下立法院的内规 这个比以前不需要报销 除了什么 那个出国的那个补助 那个要报销 那个要有机票 大多数的都不用报销 电话会那些都不用报销 但是他不是薪资补助 他是办公事务的补助 那这笔钱 我放在那边 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以前 那个法官跟我考了一个题目 我说高框案如果没有用 我退回给立法院 我没赢 我退还 我算不算轻占 但是我如果十二月二十五号年 高框把他带走了 这两百多万我就带走了 对对对 这算不算轻占 那是公款 我不知道他会关不 等下说 我跟你说他应该不会 如果他拿回去还 马上人家就知道 新闻就拼出来了 那没关系 可是拿回去还 你要你要说他犯什么罪 没有回去 就心虚 我跟他朋友 又跟我说第二个 如果他把他还掉了 没有带走 还了一定不会是侵占 一审法官 会不会问高框案一个问题 你有办公室事务会 你省下来在那边干嘛 为什么你还搞个攻击金 这个攻击里面又有薪资 薪资扣缴的 又有加班费上缴的 你这条钱 有这条钱你赢了你怎么赢 你想要创一个攻击金 你要怎么说服 说服法官说 那个攻击金是无罪的 这条钱是贪污资这条例的 他现在重点就是他都没生人 当然了 这个事情也很严重 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 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也请到林志全林律师 因为按照黄帝 黄律师 他说高框案 按照周刊下的 他是A好A满 不是六十万而已 他刚才说的 只有那个事务费就差不多三百万了 对对对 另外就是他 他总共两年半 不是事务费两年半 是助理费加加班费 那个这所谓的六十万 是差不多不过一年嘛 那两年半就可能 差不多两百万 这些事务费是五百万 好 那所以他认为 黄律师说 这是A好A满 如果A好A满 如果真的断罪 这可能就不得了了 那请教一下这个林律师 你怎么看 我觉得高委员的一些行为 因为我们之前 他从资策会 然后去念 拿薪水去念博士 这样一路来 走来 所以他现在这个助理费 陷入风暴 我们当然是觉得很差异 但是问题是 以他如果去考量 他过去的一些形式的风格 我们觉得说 好像不是 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高委员就是 很善于利用制度的一些漏洞 或者是去 等于是争取他最大的利益 他个人最大的利益 也许对单位而言 并不见得是最大的 如果以目前我们讨论的 这样证据 这样不够充分 应该是这样讲 很多网友都拿 那个立法委员无成点的案子 来说 因为之前有一个前例 立法委员 这个案子就是立法委员 那他们就觉得说 那既然之前 无成点委员的部分 是无罪 可是呢 那个 无委员的那个案子 我去看判决 他基本上会判无罪 最主要有几点 第一点是 无委员他那部分 检察官在 他的证人 彩证的部分 有出现过瑕疵 所以最高法院 那个时候 驳回甲案上诉 有写到这一点 第二个是说 无成点那个案子 基本上有个特色 所有的助理 就是 因为他那个案子是 助理的薪水是回捐 捐完是 好像是给新党的联姻会 还是什么一个组织 也是无成点 他不是拿去私用 第一个是 他不是私用 第二个是 那些助理 全部都横挺 无委员 而且事实上 他们讲 讲官或法官 也觉得说 法官至少觉得 证人的证识 实际上是很可靠 那当然 那无委员就变得无罪 对 可是在高委员 这个案子 会有一个特色是 因为高委员 在公积金的制度设计上 会变成有点 厚此薄彼 就是有些 有些助理 他必须要回捐 有些需要回捐 或者是有些助理 他甚至可以拿公积金 去报党代表的报名费 或什么的 如果他那个 报导的新闻是真的的话 那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 办公室助理之间 对彼此的一个不满 就是说 为什么我的东西 我要捐出去 然后捐出去钱 就有些人会 有一些特权 有一些助理会有些特权 看起来好像李中庭不用 谢宁不用 对不对 我意思是说 就是变成说 如果你对所有助理的做法 并不是都很一致的话 那当然助理心里会 会有各大 你又不是我的人 那 一样 问题是 而且事实上 重点是 这个案子是 从前助理到现在现任助理 大概有十几个 因为他们流动力非常的高 那你说 如果说要找到这所有的助理 都口径一致 去跟检察官说 我们全部都是自己高线 欢喜感官捐出 官出来的 我觉得 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十几个助理 特别是像去找四叉猫 陈勤那几个助理 他本身 他的态度就不可能 是对 找您贯联 找四叉猫 我意思是说 他们既然会有人去投诉 或去承请 代表这些助理之间 他们的立场是不一致 所以这部分会导致高委员 没办法像 像那个吴承天委员 那样子的状况 因为状况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高委员这个案子是比较 已经六十万交保了 还有可能再 再计压吗 如果他就职以后 有可能再计压 那这个考虑可能就没有了 没有了 就变成 检察官如果发现 比如说 那台桌机 就是后来被找到 发现里面的资料有 被删减 那就有灭证的一些试证 那可能 地检署可能就有可能说 那既然这个时间过 我可以申请 因为现在新闻说 有可能二度约谈 就我意思是说 他已经就职了 如果二度约谈 还是可能 可能 看去串政没有 你也可能会灭证据 这个部分是检察官的职权 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 他还是有权去申请 那有可能再把保金再提高吗 如果检察官要动作的话 基本上就 应该是申请机 不会是用 不会就用交保金 没有用交保金 这没有意义 而且事实上高委员 他有个特色是 他这个案子有个特色是 高委员是要去就任市长 他不可能 气保潜逃 你懂意思吗 这个人气保潜逃的 可能性非常的低 所以基本上 你给他六十万 那意思意思 说实在是意思意思 了解了解 就你用保金约束他也没有用了就对了 其实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人不会跑 说实在 他跑了其实就 他等于他的政治生命 甚至他人格就整个破产了 是是是 不过洪一哥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这个灭证是长时间 而且持续性的 你看他小兔 他保留下来这些证据 其实2020年的2月到12月这10个月 当然主管叫他们把他就是这些东西 要把他弄掉 但是他自己觉得不对 所以把他整个cobie 留下来 所以有这些证据 可是在小兔离开之后 那两个月 李中庭保管仗册的状态 现在根据媒体的报导 就是李中庭除了把他简化以外 有销毁 所以现阶段我的观察是 检掉他们现在很需要知道的事情 的时间点是从2020年的12月 到2022年的10月 这一段时间 到底几个事情 你的这一个上角攻击金的状态 是不是持续者 跟你的攻击金的支出的项目 是不是有更多 不应该用的违法的地方 那我先讲 刚才有提到说会不会起诉 洪一哥其实 从他治安转到真治安那一刻 就已经 法界就说一定会起诉 因为检察官 我说台湾哪个检察官 在现在案情的证据 已经到这个状况底下 你转成真治安 依法律上实误 你只能选择起诉 不起诉 还起诉 这个不起诉 说要怎么写 我私下问很多律师朋友 检察官朋友 你要怎么写 没人写会出来 还起诉更不要讲 所以我的判断 就这案子起诉 其实没有什么悬念 可是现阶段被灭证掉的证据 可能会在法律还有攻防 我觉得刚刚刚现在赌的也是这个 所以他只会切 刚刚说 这是以前助理留下来 我不知道 那小兔才是助理他们为了治保 他们也会讲说 不对啊 当时李松廷跟你刚刚刚 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有提出这怪怪的 不对 你坚持要做 我觉得这最后是攻防的关键 刚刚这个 我也想要补充什么 对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那个林律师太文 刚刚还讲说 这个对助理不一致 如果他今天对助理一致的话 不要厚此薄秉 我相信助理进入检调里面 不会说我是非自愿 把攻击上交的 就是因为不一致 才会把这个 就觉得不公平 没有人会愿意 你假如攻击今天给老板用 那我要补充的是事务费部分 我先大胆跟大家下个结论 我对山里的老闆也很不好意思 对 为什么 如果没关系 我们要不要捐 我们要不要捐通告费 所以以后我们要 老闆不是那种人 因为一般本来就是 员工助理 本来不会去缴自己薪资出来 因为薪资是我们自己所得 那我讲的是事务费部分 我大胆讲一下 事务费应该不会有问题 怎么说 事务费 所以我觉得他是立法院 有点偏内规的东西 我们现在一个月八万块里面 包含了什么 行动电话费用 文具的费用 还有服务处 租金 他办事费用 加起来八万块 那为什么过去立法院没有问题 虽然他不是不用单据何销 是直接 汇到某个户头里面 因为不够用 对 根本不够用 通常不够用 立法院实务怎么样 我们办公室打电话 打多少电话费 立法院会直接扣掉 然后包含你的文具情理 跟立法院情理 也会直接扣掉 最后怎么扣呢 他从立委的本缝里面 因为每个月都要给本缝 他直接扣掉之后 然后再给立委 所以那这八万块 为什么以前没有问题 光是一个服务处之间 补贴两万块而已 我台北市随便的服务处 都八万块以上加总 所以其实都不够用 那问题是高航安 为什么这次会被讨论 因为原本这些东西 要拿去买文具 要拿去买茶包 要拿去这个所谓的 做打电话的 他们有另外设个办公室 公积金小金库啊 你这包含也没放进去啊 所以换句话说 立法院给了你八万块 你也没有服务处 你根本用不到嘛 所以媒体才会觉得说 你这八万块 完全把它放到自己口袋里面 没有使用 老实讲这是不道德 但以目前的新立法院的实务上 他并没有特别违法 我讲一下 这个立委办公室 补贴这条是前所未有的 不潜力可循 道德问题 我还是讲的那句话 如果高航安把他缴回去立法院 我在猜大概没事 可是如果他把这两百多块带走 带走的那一天 就会有事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还是讲 因为高航安看起来 已经会被起诉 他遇到 如果法官 你们桌子上都有水 你们都很吹大 你们都要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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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daения 可是我讲一下 我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去想想 如果你是法官或者你是高安的律师 你要怎麽解释 利兰不是事务費不是补助吗 不是有...其中有一个是每人每月600公升 那個補助嘛 有浪費 對不對 你會記得小兔裡面 記者裡面有加油 加油 你這邊就有了 為什麼你那邊還要用工資金 對 我現在不是講他有罪沒罪啦 我說你要怎麼講給法官 相信說我那個工資金沒有事 你相不相信他這個幾公升啊 六百 六百公升他可能沒交出來 我不知道 我不預設 類似的 譬如說 正常人來講 你要怎麼解釋 所以才會傳出來那句說 他叫做非典型 主 有你歡迎 我們看過這種 有創意 有創意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一直每次講說 等十二月二十五號 我說等十二月二十五號 如果高宏安真的把他錢帶走 我跟你講又處理了 所以平安也可能他對他來講 不是那麼平安 但是他也可能給我們意外 他捐出去也不一定 這個是我們昨天有討論過 不過老實講我還是很在乎 新聞說 真訊的時候有一段插曲 顯示高宏安心防很強 知情人士說 當高宏安聽到一旁資源的專案小組人員準備訂排骨便當 因為他們被約談嘛 所以要承排骨便當給被告吃飯 他立即插發表明說我吃菜 我吃素 檢調因此改訂素食餐盒 結果他吃了不忘訪問說便當好好吃喔 你們在哪兒訂的啊 一副氣定神選的模樣 可是我們咱們有討論說沒有 但是他在吃的餐具裡面 他那些什麼發票裡面都吃肉 就在精華酒店 這家有做蘆端燒套餐 一家三青 一家三青裡面 有兩個是叫烤牛 一個叫烤豬 另外還有一個烤名聲 三個都有 還有一個烤鮑魚 三個都有 再來烤魚也三個都有 再來烤鮑魚也三個都有 這整個都肉 只有這個什麼 味噌汁 飯圓 茬筍 番茄 這不是肉而已 瑞德 為什麼看到一邊吃肉 為什麼會說他吃菜 除非當時被註記在旁邊 就是那一筆九千多塊 就是謝利公說 我只是硬邀去的那個 聽說高鴻安不太高興有沒有 這謝利公的那一場 宴請媒體高層 除非他旁邊著名的 這個烤蝦子烤龍蝦 烤名蝦 烤牛排 烤鮑魚 除非是肅名蝦 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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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沒有你要相信 這個報導 事實上是要告訴你 沒有錯 高鴻安好像氣定神賢 所以呢他去吃這個 另外給他定這個素食便當的時候 他還吃得津津有味 我告訴各位 事實上呢 你從一個地方就可以看出來 高鴻安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淡定 你看他瘦成這個樣子 他其實變瘦了 有發現他變瘦了 有 因為我跟高鴻安 這個上了好幾年的這個節目嘛 高鴻安其實從這個一個多月以前 那麼我們開始在相關的這個 爆料一直進來的以後 他一路變瘦 我想講為什麼 英女一應該是這個吃不下 睡不著應該是這樣 壓力 對那個壓力很大 那除此之外對不對 剛剛大家在討論說那個 事務費有沒有問題 我記得媒體報導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止進不出 就是他的事務費不斷的進來嘛 這個事務費 立委的事務費 讓你去租房子兩萬塊 然後呢有一些費用 辦公室的費用這麼多 對不對 那有一個前提 那個東西事實上呢 就是讓你去幫你保貼 反正一個月幫你保貼多少 但是你不要忘記 那還是公款 那還是立法院給立委的相關的公款 所以他如果止進不出 你不能跟他說 那是叫做大水庫理論 如果他是用這個 從回捐的應退款裡面是支付 那請問支付的話 他把公款匯進來以後 放在他指定的帳戶裡面 他如果沒用 那個意思是什麼 現在我相信檢調單位 一定有在查什麼 查永寧基金會一個月五十萬 給他的男朋友李仲廷的那些錢 到底有沒有用來支付高宏安私人的發費 他的立委一個月十九萬有沒有 的薪水有沒有拿去支付 你總是會有一些刷卡信用卡啦 還是什麼東西的費用嘛 如果李仲廷的這個一個月五十萬 有挪過來 或是直接給他支付的話 Bingo 那就變成政治現金 所以我相信檢調單位 他都在查這些事情 所以你不能跟他說 事務會啊 禮拜之後有沒有 事務會是事務會 但是還是能民選啊 選漢錢的立法院的公款 如果一直進來了以後 結果他都沒用 給你放在那裡 那麼緊接下來 卻是用這個應付款 去支付的那些錢啊 那個有法律上的問題 只是說是法律上的問題 是侵占還是貪污 如果是侵占的話 罪比較輕啊 那但是如果貪污的話 那罪比較重 那不是開玩笑 所以呢 如果按照現在媒體所報導的 有可能推給小兔 對吧 小兔沒有那個必要 而且告訴你 小兔事實上呢 這個媒體有報導到小兔說 他的相關單據被要求這個 銷毀嘛 小兔卻把這些被銷毀的單據 一個一個scan掃描進去 他有先留下 對他全部掃描進去檔案 這些檔案都在檢調單位的手上 所以呢 你就算那些單據銷毀的都沒有用 所以我說 我覺得 你說要去高航安不是講說 是他的助理 然後因為前朝有沒有 因為前一個助理 前一個立委有這個習慣嘛 所以帶進來 你不用你不要去推給助理 為什麼 因為最後簽名的 還是要經過你的同意嘛 所以你去推給助理是沒有意義的 那 這個四十年前 新竹市改制 第一屆的市長叫施姓忠 他建議高宏安把法律問題政治化 破壞啦 不過我們不談這個 因為他說高宏安找高檢署的檢察官當副手 是高招 林律師 這是高招嗎 這個 法界怎麼樣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部分應該從兩個角度來看 從高招案的角度 基本上 他之前就是那個生涯 找了三個大牌的律師 都是 也是都是前任的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還有一個法官 是 我說那個錢也應該噴了不少錢 那今天如果請了一個副市長 是檢察官退下來的 那基本上他就可 至少是公費 然後又可以有一個副市長當做自己的法律顧問 我覺得對他而言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 但也有些批評者說 那你找了幾個副市長好像都沒有對市政了解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那可能你是不是又是把自己個人的利益 就放在市政之上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 那當然有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前面可能林志堅市長有一些什麼弊案啊 什麼的那找一個副市長動 就是檢察官背景的來查一查 那我是覺得說沒關係 如果說 因為我覺得是真金不怕火煉 我剛剛講要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前檢察官的部分 他直接就轉任這個所謂的副市長 會不會有旋轉門的問題 那你既然有辦法找到一個檢察官當你的副市長 可見是你在司法系統裡面 你有認識有些人脈啦 我想說不然沒有沒有 之前不認識的話 基本上你去邀請人家也不見得會接受 你也是法律人 你看他怎麼去找高檢署的檢察官來做副市長 這是高招 這叫什麼我也不認 這叫高招 這叫做生金而已 這才有高招 這你只叫我講 因為我身材市面 我會覺得你要找一個真的 對新竹市的市政建設有幫助的啊 你九方已經選到了嘛 關西反關西嘛 那你應該說我要佈法 整個身材市以來說要怎麼樣 我的方向 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有說拿一些政策 一些政見嘛 他要去把它落實嘛 你要叫一個法律人 不是說法律人他就不懂這一些 但重點是說 他是一個跟政治無關的人 你說對新竹市這部分 他要重新來學習 也許他這個副市長蔡立軍 他的學習能力很強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但是很明顯就是說 一般人不會這樣用 你說他去做法務局局長 很合理的嘛 是說我做一個秘書長 這個人的個性 就可以說是這樣 很擅長溝通協調 那這也通 那你副市長一般 就開始大家來了說 我們來 那個公爺我要請你來 做我的副市長 你幫我關工務的部份 工廠你幫我關一下 那我看不懂 都會去設定 副市長的一個任務 你現在找這個法律下來 第一個 我認為 你現在跟他說 新竹市裡面有什麼大祕寶 要查這些 這個言過其實 怎麼說的 你整個 你現在去叫副市長 副市長 你根本就沒有司法調查權 你扯到說這個地方好像都好 都說很黑 一定要把它給挖出來 我如果新竹地監署 我一定覺得說 你像我新竹地監署 你把它放在哪裡 你當作我都在睡 我們都處理一個高監署 調法務部辦事的人 來做副市長的人 我們都處理 你都比較厲害 所以這樣的很明顯 就是一個政治意味十足 但是回到我的 我剛剛講的 目的我怎麼猜 都只有一個 先做一個律師籍 副市長雖然 副市長 副市長 我插一下 副市長 請副市長過來 做一個便當 我開始說案情 可以說四人 你知道嗎 要選多少 那等一下我們來這個看 當然講的是新竹 現在講的是苗栗 忽然之間 中東檢雖然選上了 可是苗栗的檢察官呢 提起他當選無效之術 為什麼 因為會選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休息一下